摩洛哥灾民气到标马政府 在地震后的危机时刻 只给出杯水居心的救援物资 偏远山区路段还没人救 甚至得自己徒手在瓦砾堆中开挖 事实上摩洛哥发生近60年 最严重强症后 全球各国爱情涌入 纷纷表达救援意愿 不过摩洛哥政府只接受西班牙 英国 卡达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四个国家提供援助 包括加拿大 美国 德国 法国 土耳其 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想帮忙 竟然全都被婉拒 法国总统马克宏公开表态 伸出援手还被以赌不回 欧洲所有媒体都关注 摩洛哥婉拒救援的决定 是否涉及整治问题 因为光是法国就和摩洛哥 关系紧绷 一月开始摩洛哥就没有派驻 大使进驻巴黎 最关键因素是摩洛哥 希望法国等西方国家 承认西萨哈拉是摩洛哥领土 却迟迟没能如愿 也有专家推论摩洛哥 向来打压意义分子 对人道救援异常谨慎 就是不希望看到一群人 挤在一起随时发生暴动 但随着死亡人数持续攀升 灾民夜晚睡在路边 白天大排长龙领物资 数十人争抢几套棉被 显然目前救援力道 根本不够用 将政治临驾人道之上 最无辜的莫过于 盼着救援的老百姓 小新闻也会正报道